那你上外面的廁所呢 其實我基本上我小學 同中之前 我基本上是不上外面的廁所 那因為我家裡有兩間廁所 那因為我家人都大概知道 我有這樣子的 小號我OK 就是大號 特別對大號比較敏感 那因為我們家裡有兩間廁所 所以我後來我爸媽 跟弟弟都是上樓上 我媽媽那間房間的廁所 那等於是樓下是我專屬的 那但是你上學 我能忍忍我就真的 而且我的身體始終已經調整成 就是下學之後才去回家上廁所的習慣 那有一次就是我印象中很深 就是我們類似有講 新生露營還是遠足之類的 那那天是真的忍不住 就悲從中來了 就不小心就忍不住了 對對對 所以那次我就覺得該怎麼辦 你也很尷尬 你又很愛乾淨的人 當你忍不住 想要忍回家的時候 你以為你忍得住 就忍不住的時候就跑出來了 然後你怎麼辦 你只能到廁所 大的還小的 大的 大的啦 對 那你只能把內褲丟掉 回去 然後跟我媽媽講 因為你內褲 你回去沒有內褲這件事情 媽媽一定知道 那我媽就開始就是 慢慢調整我的這些習慣 因為她怕我出社會 或者是跟人之間相處 會遇到一些些的一些瓶頸或困難 那我覺得家裡有這樣子 這麼嚴重的強迫症 或潔癖的小孩 其實真的很辛苦 那包括我後來我交了女朋友 我也曾經為了上大號的這件事情 跟我女朋友吵了很多次架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次就是我女朋友 在我家上了廁所 她其實也知道我有這個潔癖 能夠不上就盡量不要在我家上 但人總是還是會有三級的狀況 上了之後 然後我可能去廁所要換我去上廁所 我就看到上面有沖不掉的東西 然後我就很 我就內心就會有一些疙瘩 他跟一些情緒又慢慢起來了 我就出去說 你就沖不掉的東西 就是便便會黏在上面 那加上他又是一個肉食主義者 因為我其實我是很喜歡吃蔬菜的人 那他每次我們吃飯的時候 就說你盡量多吃青菜 多吃肉 然後他吃了很多 你也知道他的那個排泄物非常的黏 你知道我這樣一講的時候 他開始悲從中來 他說你知不知道 其實我剛剛在廁所 我已經沖了三次馬桶 已經沖了三次 他其實在那邊等 因為你沖馬桶 你是不是要等水滿了之後 基本上要等個三十秒一分鐘 沖完之後 他又沖不掉那些什麼辦法 因為家裡又不像一般飯店 有些旁邊會有一些水龍頭可以沖 那你沒有刷子嗎 我有 但他不敢用 他也覺得他衝了三次 其實看不太清楚 因為你也知道有些那個排泄物比較重 會沉下去會黏在下面 所以他不記得看得很仔細 今天我們上的是物理課 他的比重比較重 所以他不拿刷子 是他也寫你髒 因為他是覺得他只有一點點 他看 他覺得我看不太清楚 因為這東西 你會把缺點放得很大 你很在意這一點 會更大 可是如果你自己的有點 你會怎樣 不會 我都會等到 我曾經在廁所待十幾分鐘 就只是為了讓他完完全的乾淨 我基本上是兩天會刷一下 我家的馬桶 一定要 對 結果你跟你朋友在餐廳吃飯 你去上廁所 上到你朋友報警 消失太久了 我也不見了 其實講到這個夫妻上廁所 文婉這邊是有紅或印尼這樣完結 對啊 我有一個朋友 他說他應該這樣講 剛結婚的時候 真的都沒有問題 你當天不頂的時候 什麼你會晒晒溜溜溜溜溜的 可是生活在一起來問題就來了 因為他剛開始他就覺得說 他老公有一個習慣 老實講廁所他一定會先 我們的那個馬桶是不是 蓋子有兩層 他一定會把翻到最上層 然後尿尿 可是男生很奇怪 都摔不準你知道 他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去的 會噴在外圍 消音的發明火箭越射越遠 不是 你說很奇怪 他就會滴在那個 就是外圓 那個馬桶的外圓 然後剛開始他就覺得說 那我就查一查 弄一弄這樣子 一次 兩次 一年 兩年 後來他發現 因為有時候他覺得 比較痛苦的是 他老公去上班還好 還可以 他只要假日一整天在家 不得了 那個味道就燒溜 你知道他不只 已經不只滴在馬桶 那個圓上面 他會滴在地上 然後他有一天 他真的很受不了 因為那天剛好是他老公 一整天都在家假日 他覺得說第一個 你沒有長眼睛嗎 你鼻子是鼻竇炎嗎 已經湊成這樣子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 這我嫁給你 一兩年期間 我只要你那個廁所 永遠都是我在清 我在刷 然後我在幫你整理 可是你要不要有同理心 所以他那一天 他就爆炸 他跟他老公講說 你可不可以以後麻煩 你呢 上完之後拿衛生紙 把那個臀切這個 再來你如果聞到 你如果真的聞到有味道 你可不可以拿刷子 把地板刷一刷 或者是要坐著上廁所 對 然後還有 然後他就說 不然你如果真的 坐不到的話 麻煩你坐著上廁所 他講這三點對不對 不得了 爆炸 他老公當場爆炸 他說你真的有問題耶你 他說我有什麼問題 我已經坐了這麼多年了 你是不是要體諒我 他說你連這種事情 你可以人兩年 你現在來跟我算帳 我到底有多少 我不知道的事情 這個你要跟我講 你怎麼可以人兩年 然後把所有的罪 怪罪又在我身上 他就說這種事情 我們結婚第一天 你覺得說 你會跟我說 你喝兩年 現在再來爆炸 感覺我好像很不體貼 我是個渣男 然後不知道你的痛苦 再來他就說 坐著尿尿 老爺是什麼 是那個男子漢 憑什麼叫做著尿尿 這輩子不可能 他居然講這種 這麼 這麼沙文的 他覺得 他老婆說沒關係 你如果有困難 瞄不準 那你就坐著 有一個那個配套方法 不要 他說我男人頂天立地 就是要站 就是要站上 為了這樣子 一個馬桶 這個上廁所的方式 兩個夫妻吵到 那時候我們知道 都已經冷戰一兩個月 然後都沒辦法同床共診 我今天真的不是純心 要跟你唱反調 不是我的故事 但是我現在帶 作為男性代表 我要講一下 我們了解一下 為什麼不能坐著尿尿 為什麼 尿不乾淨 這個醫生做的 我告訴你 我現在從頭講 男生 你看男生尿尿 是站著尿的 女生尿尿是坐著尿 所以男生的 公共車有男生的便器 跟女生的便器 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在家裡 通常除非是豪宅 不會有男生的便器 所以我們是不得已 使用女生的便器 那你們坐在那邊尿 一定沒有問題 不會不准 我們男生 如果年輕的時候 一大早起來它是向上的 硬要把它壓下來 很困難 所以會噴到外面 那如果我們年紀大了 我們又是太低了 所以也很困難 尿到正確的位置 甚至包括像在這裡 我們現在坐了比較久的時候 對不對 因為被褲子擠壓的關係 那我們去尿的時候 可能不是直接出來 而是像那種花灑似的 所以它又會尿到外面 分析的 分析到好細節喔 因此這些都是我們的 不得已 但是這個不能用這個 來原諒自己 就是說如果你弄髒了 你就把它弄乾淨 對 我覺得是這樣 那不管你用什麼方式解決 像我有朋友 他是坐下來尿 但是事實上年紀大的人 有些坐下來尿 他確實因為高度的關係 他確實沒有辦法尿得很乾淨 這是 可是老師我跟你講 這個都是藉口 我跟你講 我有很多女朋友 等一下 我很多女朋友都真的很 就是炫耀 炫耀 炫耀文 他就說 你知道嗎 我老公多疼我 人家已經夠難受了 我老公很疼我 他都坐著尿尿 誰說不行 他就是不愛你 沒有 我跟你講 真的有些男生真的窗子 就坐著尿尿 你聽我講 是OK的 我用第三個角度來跟你講 因為有一個人 他的先生就是尿尿尿 他老婆覺得 就滴出來 他跟老婆先生說 你尿尿什麼尿尿出來 他問我哪有尿出來 就是老婆也沒有跟他生氣 他等到他先生有一次 去尿尿的時候 然後就帶他去 你看 有滴 他現在說 原來我尿尿 他以前從來沒有發現過 原來他尿尿會滴到那邊 真的有時候有的男生 他真的不知道 所以他如果去看一下 就知道他以後就 就把他擦乾淨 因為那個再尿 然後這樣 那個你知道 我們今天上了物理嘛對不對 那個水在收回來的時候 他是會變 從這個弧線變成比較短的線 所以他這樣收回來過程中 會有一條線滴到 滴到 但是我跟你說 我要據詞說 我一直是坐著尿尿的 直到我後來尿得不太乾淨 問醫生 醫生才說 你是不是坐著尿尿 不過你那個朋友算還好 我朋友是不只是 被老婆規定 要坐著尿尿 他喜歡吃餅乾 老婆規定他吃餅乾 只能在浴缸 真的假的 他找得串 真的假的 我老婆是有規定 我吃芒果 我只能在那個洗眼台 洗手台 真的假的 你會掉很多屑屑 他老婆就 我帶衣服要偷光嗎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